哪个岛最热 套丁岛 哈喽,我是小当家哥哥 欢迎来到童话套丁岛 一起从童话故事里 发掘生活中的各种小知识吧 我们都在套丁岛更新哦 大家好,各位当民们好 嗨,不晓得 东东侦探的时差调整好了没 嗯,什么是时差 嗯,简单来说呢 因为地球每个地方照到阳光的时间都不一样 所以在同一个时间点 亚洲可能是白天 但是呢,美国因为照不到阳光 所以是晚上 世界各地的人 都是跟着太阳的升起落下而作息 所以我们是白天正在工作的时候 美国人却因为是晚上而在睡觉 如果在白天坐了12个小时的飞机 咻一下从台湾或是日本飞到美国 我们的身体呢,会以为已经经过了12个小时 是半夜该睡觉了 结果呢,在美国当地却正在度过下午 那就会发生 明明是大白天 却超级想睡 东东侦探就是发生这样的状况哦 希望东东侦探赶快打起精神 才可以好好办案 嗯,东东侦探到底有没有顺利克服时差呢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就知道咯 上次说到 时差很严重 爱困得不得了的东东 进到房间 马上倒头就睡 起司跟小夕在旁边看到这情况 我说 如果东东侦探明天累到爬不起来 我可以负责背他一起去参加大赛哦 哈哈哈哈 虽然我不是很情愿 但是看到东东累成这样 万一明天他真的爬不起来 我根本就没有力气架着他去比赛啊 哼,没办法 只好接受Chiss的提议了 嗯,好吧 那明天我们就一起去找金币 耶嘿 隔天一早 东东果然起床失败了 Chiss背着东东 跟着小夕回到花卉大厅 小夕信心满满地说 我们就快要拿到第一枚金币啦 这时出现一个人朝他们走来 手上拿着一枚金币 头戴一顶大大的宽帽颜帽子 原来是呱呱侦探 呱呱在东东的身旁停下脚步 他从帽子下面露出两颗大大的眼睛 脸上的豹纹好明显哦 呱呱转了转他手上的金币说 呱呱 东东侦探 你迟到了哦 我本来以为你是个很强的对手 没想到 见面不如文明啊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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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呱侦探一边笑一边离开了 东东瞬间睡意全消 表情认真 小夕连忙解释 他说我们迟到 现在明明才八点四十分 我没有提早到啊 东东从口袋拿出他的怀表 显示时间是九点四十分 小夕 美国有日光节约时间 今年刚好就是三月十三日开始 全美国的手表都要调快一个小时 所以这一次我们是真的迟到了 我 我就忘记要跳手表的时间啊 而且 Chase也不知道美国有日光节约时间的事情啊 对啊 我是真的不知道 没关系啦 东东 接下来的四枚金币 一定会是我们先找到 我们快点去找下一枚金币 呃 东东 东东不发抑郁 认真地思考着 我本来觉得这场比赛非常简单 所以根本没用心投入 没想到却因为一个失误 让第一枚金币被人拿走 不行 这可关系到事务所的名声 我得认真起来 东东马上拿出线索的本子 寻找第二个线索 本子上的第二页 黏着一张厚厚的纸 东东把后纸卡从小册子上拿了下来 Chase念了后纸卡上面的字 到许愿池许个月 许一个可以再来一次拉斯维加斯的愿望吧 许愿池 这是一个游客跟侦探都可以参加的比赛 曾经避的地点一定也是著名的观光景点 拉斯维加斯的凯撒宫饭店最有名的喷泉 就是仿意大利罗马市区的特维拉喷泉 大家都叫它罗马许愿池 这个喷泉有一个海神波赛顿的雕像 海神站在两匹骏马拉着的战车上 哦 我有吃过那个许愿池哦 我知道 一匹骏马像是快要跳出喷泉 代表海洋的汹涌 另一匹骏马则是很温馴 代表海洋的平静 那是一座很漂亮的许愿池 好多游客都会丢硬币进去许愿 太棒了 我已经上网查到这个许愿池在哪里了 我们走 三人到了凯撒宫饭店的户外入口 果然看到一座很大的喷泉 东东说 线索要我们到许愿池许个愿 许愿要丢硬币 硬币难道是用自己带来的钱吗 需要硬币吗 幸亏我早有准备 小西拿出好大一袋零钱 取出一枚硬币 背对喷泉 双手紧握许愿说 希望能让我比赛重大奖 重大奖 我一定会回来这里还愿 然后就把硬币往后一抛 硬币哒喷一声掉进了喷泉里 小西瞪大眼睛等了一会儿后 问 奇怪 我已经丢了一枚硬币许愿 怎么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了 啊 一定是我硬币丢得不够 说完 小西马上又一连丢了好几个硬币进去 一旁的Cheese嘲笑说 嘿嘿嘿 小西 你查资料一点也不仔细 如果是许愿 以后想要回到这里 只能丢一个硬币 你丢这么多硬币 没有用的 谁说没有用 我至少丢了二十个硬币在许愿池 所以我应该可以再来拉斯维加斯二十次 东东看小西丢硬币许愿 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就捏了一下手上的厚纸卡 他发现 嗯 这纸卡摸起来异常的厚 平常不容易买到这么厚的纸卡 啊 难道说 小西发现东东正在把厚纸卡撕破 连忙大叫 住手 这可是线索哎 你生气也不要把它毁掉啊 这时 撕开的纸卡中 出现了一枚银色硬币 Chiss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东东 哇 原来里面还藏着一枚硬币 东东真太难发现 真是太厉害了 嗯 这就是我们要用来许愿的硬币了 东东把银色硬币丢进喷泉里 硬币一碰到水 马上浮现出隐藏文字 上面写着 许愿池瓷砖 哦 原来金币藏在许愿池的瓷砖里面啊 那我们来找找看 这附近的瓷砖有没有藏着金币 好 他们三个人认真地找起瓷砖 东东发现 靠近喷泉地上的其中一块瓷砖 敲起来的声音感觉空空的 而且外圈有一圈比较大的空隙 东东把瓷砖拿起来以后 果然找到藏在下面的金币 小西开心地跳了起来抱住东东 哇哦 东东你太厉害了 我们离大奖又更进一步了 快要发大财咯 啊 我们现在才拿到一枚金币 别忘了呱呱侦探也有一枚 呱呱也是很优秀的侦探 不要轻敌了 现在我们要加紧脚步 出发去百乐宫前面的水舞秀 咦 东东 你怎么知道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因为第三页的线索写着 当音乐响起 精彩的水舞秀 闪着金色耀眼的光芒 循着闪亮的光芒就可以找到金币 据我所知 百乐宫前面就有水舞秀 我们快出发吧 好 好 他们三个一走出大门 就遇到了呱呱侦探 呱呱又遇到你了 东东侦探 怎么样 你们找到了第一枚金币了吗 当然找到了 我们家东东侦探很厉害的 这时候呱呱拿出了两枚金币 呱呱 我已经拿到两枚了哟 东东侦探 我看你得加把劲咯 呱呱 什么 你已经拿到两枚了 因为我知道水舞秀的表演时间啊 你们如果现在才要出发去看水舞秀 时间不太理想哦 可能要在那里等很久哦 呱呱 先走一步啦 拜拜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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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der 因为处在拉斯维加斯 根本占尽了地理之辩 嗯 嗯 也好 那我们就不用去看水舞了 好了 你们两个 比赛还没结束 谁是真正的赢家还不知道呢 打起精神来 好 呱呱侦探拿到两枚金币 我们才一枚 现在还剩两枚金币要找出来 我们必须两枚都拿到才能获胜 东东 你对下个线索有把握吗 东东翻阅册子 念出第四条线索 水中的城市 一样又不一样 闪亮亮的金币 也特别不一样 水中的城市 指的一定是威尼斯人饭店 我们快点出发 东东 起司跟小西 三人连忙赶到威尼斯人饭店 起司 这一题我们需要你的帮忙 快帮我列出这间饭店跟真正的威尼斯 有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没问题 交给我 一段时间过后 报告东东侦探 圣马可广场有圣马可钟楼 教堂 圣马可飞尸的立柱 从督府看起来也都一样 如果要说有哪里不一样 我觉得是比较新 拜托 比较新怎么可能是线索啦 还是都盖得比较小 糟糕糟糕 来的东东侦探需要我的协助 我居然连圣马可立柱的高度都不知道 没事的 我想这一次放金币的地方 应该是一栋不太一样的楼 或者是一座不一样的桥 所以才想要拜托你帮我想想看 说到桥 哇 我想到了 饭店为了造劲 在圣马可广场旁边 加了一座雷亚托桥 但真正的雷亚托桥 并不在圣马可广场的旁边 嗯 很好 气死 我想金币一定就在雷亚托桥 他们到了雷亚托桥 东东侦探一边走一边观察 这金币会放在桥上的哪里呢 还是这一座桥 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呢 我知道 这天花板蓝天造型 跟真实的威尼斯不一样 我印象中的威尼斯 老是在下雨啊 东东侦探眯起眼睛 望向雷亚托桥的上方 看到上面挂着一个 广告用的热气球 热气球的线绑在雷亚托桥上 小西突然惊叫 啊 怎么了 我看到呱呱侦探 正快速地往这边过来 看来他也发现金币藏在这里了 啊 那怎么办 别急 起司 你马上飞到热气球上 我想金币应该就在上面 好 起司虽然马上起飞 但呱呱侦探先一步 从雷亚托桥上一跃而起 呱呱呱 东东侦探 我已经知道金币在哪了 看我的 来势汹汹的呱呱侦探 是否真的能够抢先一步找到金币呢 我们下回待续 啊 又在精彩的地方结束了 妈妈 我考考你 哼哼 尽管考 为什么起司会飞 因为 它是飞狮 不是一般的狮子嘛 猫猫你不错哦 有注意听哦 那当然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咯 下次呢 我再继续把故事说完 好的 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